2021年秋季,天秤座水星翼行的真真正正影響仍未完 你可能会听一些坊间的人说,一早就完结了 连口音影期,Post Shadow Period,在11月3日 但你会疑问,为何塔子乱临,到现在还未完结,在11月中 长城,我在很久之前的影片有解释过,成重做封面的影片 但你现在不需要特意去找 因为在这条影片的片尾,我会放一个Q卡,让你直接按下去 就方便大家重温 而今次天秤水翼实际的影响会何时完结呢? 为何会这么久才完结呢?我在那条影片都有解释 但是,毕竟,他真的就快到尾声了 所以我想趁这个11月中左右,就去做一个小小的回顾 但是呢,同时在这里提一提,大家看回片底这里 希望你们就不要产生一个,跟我另一位粉丝会有相同的一个误会 那你们自己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我希望你们从来不会以为 今次这个天秤座水翼只影响天秤座 也不要误会我,成重做封面的影片 只是说给天秤座听 好了,那为何我要这么有解释去搞一个回顾呢? 因为今次水翼的影响力的恐怖性呢? 的确是挺客人的 所以,我也想去做一个小小的解释 也正所谓,旧事不忘后事之事 以后等我们每一次的水翼 以及不知何年之后,如果又是天秤座的水翼 那在一些不同的事务方面,会更加谨慎 但这个回顾未必会很浪费的 因为一直以来,我身边有太多水翼的影响 我在各大平台,Facebook,IG,MeWi,以及Youtube的社会 都有发布一些发布出来的 如果你们不想去忘记任何中间的资料 我今次这一堆影片可能会忘记了 那你们可以去找图中的这些 hashtag 你可以去IG找也可以,去Facebook找也可以 或者我的MeWi Group找也可以 因为我通常有关签证的东西就放在MeWi Group 因为如果我MeWi Personal Account 就放一些比较自己的生活的分享 那你们去找回这些 hashtag 随便去按一下,都会看到一些 这些水翼还是很奇怪的东西 这些就是我一直来的心路历程 一路人生的经历,在这次天秤座水翼之间 因为这次真的很恐怖 在VIA Combustor的影响之下 好了,但是呢,我不要一直在放腹 在这里好像吓大家那样 那其实水翼都可以有好东西的 那有什么好呢? 但我们不妨先重寻一次 上次乘重做封面的片段 看看这次水翼会有什么 就是比较中性甚至是好东西可以发生 除了这些人会重新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原来还有很多物件会被你找回 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些旧的食物 我相信应该是发了霧 就是可能你会无端端收拾雪柜 然后找到那个雪柜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冷冻箱的底 已经有发了霧的朱古力 或者是不知哪里 找到一包冲铃豆那些东西 有旧的食物 一些旧的化妆品 一些旧的金银珠布 或者一些旧的很贵重的purchase 就是一些贵价的东西 你会重新去找回它 又或者一些旧的契约 就是以前去签那些 可能结婚证书 或者签那些扭契 未来会找回的 尤其是结婚证书和扭契 可以有很多契约 尤其是结婚证书和扭契 为什么呢? 因为金正 因为今次天平座 天平座的主星是金星 然后金星就是掌管以上 我刚刚所说的全部东西 金星是食物 makeup jewelry 一些很贵价的purchase contracts 结婚 是rule这些东西 根据我们占星理论解释 为什么这个食物 会最近才成为hot topic 它是1972年出土 但最近受到热议 不就是因为水星亦向天平座 刚刚都说了 因为天平座的主星是金星 金星是掌管食物 所以这些旧的事物 是会被人发掘出来的 可能真的被你找回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或者in this case 给你重新去探讨 一些旧的食物的议题 那which呢 我们也可以引伸到 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 未来可能会有很多 违旧食物 会在市面上推出 一些违旧食物 或者不知道 一些违旧食物 选举大赛 可能你最喜欢 以前80年那个食物 就跟你说什么芝麻卷 什么飞肌腩 丁丁堂猪 最后也讲多一项 搞笑的资讯给大家 听多一次 因为金星就是管一些 美容的珠宝和地产 我曾经都讲过 什么叶那些东西 大家就很快 真的很快 重稳了之前的预测 我们现在就趁 这个尾声 未完全是时候 但是 来到差不多结尾的时候 我们去做一个 订阅 list 逐个点去查一下 是否中了 第一个 果然 有客人 就在冰箱深处 找到月饼 因为今次天明水 也是在秋季 中秋左右 但是呢 他就是找到一个 再上年的月饼 就是2020年的月饼 OK 那果然中了 是有关食物的议题 旧的食物 再来 不单止是一块 真真正正正 切切实实的食物 有一次有个粉丝 都和捕了 鱼途 他去逛街 经过一个什么 什么 什么 台湾怀旧美食 剪 剪 我想是剪 或者是展示 展示 那些 或者都是 可能是一个 就是 卖东西的 里面会有一些 切实的食物 但是整个概念 也是一些 懷舊的食物 那 which 我在 就是你们刚刚听过的重温片 就是 其实我当初在 成龙做封面那条 预测的片里面 都说过了 会有一些 懷舊食物的 议题出来 是不是 而我有一天 昨天在搜寻社交平台 竟然被我在 那个 媒体内 真的看到 就说 这个 新假期 新假期 app 不知道什么 对了 新假期 原来他们在 10月 的而且 确是出了一个 一人一个 很想吃的 童年食物 一个 回顾 比赛 投票 什么都好 但是 我不是后知后 事后很明白 因为我当初成龙做封面那条片 我在9月份已经出了 OK 所以呢 在那里已经是 预测了 新假期 会做这些 这样的回事 当然我没有指明是 新假期会做这回事 我又不是他的老总 是不是 跟他打龙通 但是 这些事情的发生 原来已经是 透过占星 可以去 看得出一个端艺 然后呢 又有粉丝报料 就说 随着那套 魷鱿游戏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 其实我没有看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 很低能 我真的觉得很低能 真是不遗憾 如果你们很喜欢看 我就不是有意 去踩这条魅力 但是呢 这些 要扮演到很真的 但其实很假的 我就很不喜欢 例如 哈利波特 X-Men 你一想就知道 完全没有机会发生 它整件事就是很 很 神奇的 整件事 很 天马行通 你摆明它是假的 OK 但是那些 杀人游戏呢 这些摆明是 现实生活是不会发生的 还有那些 Hunger Games 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 你又要搞得 好像人类世界 真的会发生 但其实很假的 我就很不喜欢看这些 而且 他们玩完那些游戏很无聊 你走到两块饼干什么 我觉得很白癡 整件事 又要去杀人 我很不喜欢这些 所以我从来都不看这些 还有包括以前 什么呀 日本那个 是不是叫做黑澤明 还是那个什么导演 都是有些 就是那些 聂杀高宗 那些我都是不看的 反正 喂 快点说吧 越晒越远了 好 他就说 原来这个魅力游戏 就有很多什么 怀疚游戏 怀疼 跟着还有那个碰糖 跟着我的粉丝去报料 那我就说 是不是真的 他说原来真的 因为里面的游戏 就令人重提怀疚游戏 跟着呢 就也是掀起了很多 就是怀疚食物的热潮 OK 那你们自己看一下 就是这里的片 就是这里的底图 OK 那我觉得 整件事很有趣 也都呼应了 金星掌管的东西 不包括 即是不单止 包括食物 就是你们刚刚那个重吻 你们都听到了 金星是管食物 以及金星是管游戏 是的 游戏啊 娱乐啊 这些玩具 令人开心的娱乐 都是由金星去掌管 透过今次这套韩国的电视剧 由于游戏 竟然是可以一次过掀起 两个金星的议题 而更加震撼的呢 就是我有一次在看新闻 就看到 好 话说 就有人在海底 沉获一把 九百 几年历史 十字军东征 那时候的 长剑 那你们可以看回 这幅图 之后的图 会不会更加清楚 是的 如果第一幅图不清楚 是的 摆明是一个 劍的样子 OK 而这里 我一看到 我就 会心微笑了 为什么呢 又是一些 非常之金星的议题 原来 首先 劍是拿什么去做呢 金属 是不是 那 你们在重吻片段 听到我说 金星是管理金银珠宝 或者朱莉莉 但其实它隐行 就是贵金属 OK 是的 所以 那我们 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文物 古董 是不是 这个金属 跟着 怀旧 古物 还有 你拿把劍做什么 现在说明 十字军东征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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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我承重那条片 我也有说 这次会有很多 一些法律诉讼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然后现在找回十字军东征 打仗那时候的监属物件 是不是完全就是 呼应了 天平座水星逸行的 所有的题目 OK 其实是重到 令人眼睹 还有 还有 它在什么地方找回 它在海底找回 OK 是不是 一个什么 北部 北部卡梅尔海滩 OK Anyways 海底 那就是 VIA COMBUSETER的异象 因为今次 天平座水星逸行 一开始的时候 水星是天平座 当然 所以我们才叫天平座水星逸行 但是天平座的主星 金星在哪里 是天洁座 天洁座即是什么 一些很深的水 不动之水 Fixed water sign 即是海洋 所以这里 又是 就是 你看完 你知道完这宗新闻 而如果 你懂得蜆星 你都 真的不得不 滿意一笑 我以上所说 就是 一些非常非常 金星 的东西 所以 就是 在 水星训气指出 他 都会找回那些东西 所以 其实我们知道 水 永远都不很恐怖 都有时候 会帮助我们人类 OK 除了一些金星的東西 但普通很多東西都可以讓你去找 例如我這個客人 他就是在這段天平水溢的期間 來找我去做服務 boy 簽聲不掛的 他就說要找一些東西 我就說你很快找到了 在什麼地方 尤其是我都已經恭喜他 因為是水溢的期間 所以真的會很快出現 你動多一點手腳 動多一點腦筋 你目光放清楚就會找回 果然 我沒有說錯 我在什麼位置 鋪了層的位置 骯髒骯髒的位置 他真的找回他想找的食物 他都非常感恩 我亦都很榮幸 叫他要去多謝這個水溢 所以是真的 水溢不是永遠都是一件這麼恐怖的事情 當然 除了救物 亦都有救人 我上次好像有說 我忘記了有沒有說 總之有一天 已經是水溢的期間 我有一天在街上碰到我高校的一個師兄 而且亦都在水溢的期間 但我忘記了是誰 究竟是先師兄 還是我現在先說這件事 高校的師兄 是真實地碰到 有早上我發夢 我記得 發夢夢到一個都是高校的同學 就跟我同高校的同學 然後我WhatsApp 然後我們就組了一個集團 再找其他人 這裏就是其中一個跟高校同學的合照 遮了他的樣子 但都是一些非常開心的回憶 就是你想一下 我是發夢見同學 然後就聯絡回去 然後大家去review 所以整件事是很搞笑 很神奇 我會發夢見同學 就不是說真人去見到 但是整件事最後都是很金星 因為我們共度了一個很好的晚上 又喝飲食食 也是一個非常金星的議題 因為剛剛都說過 金星是管什麼 飲食 娛樂 等等 所以說 水液的確會經常被你痛回舊人 但是因為這次水液發生是天平座 所以那些人也有更加特別的 是說一些舊的客人 和你有一些契約關係的人 在我第一次承重那條片已經有說 所以 例如 我有一個客人 在水液期間就無端端找回我 他就說 你是不是沒有給那時候的算命答案 因為算命要排好內隊 那我就 啊 很奇怪 當然不會 我是從來不會脫脫 不會失場 然後我就 啊 即是 給他看 你看看 我8月14日給了 是你自己眼大看過龍而已 但是 他早不找我 前不找我 他就是趁水液的時候去找回我 OK 然後 他說他自己大意看得很眼 所以整件事又是 你覺不覺得又是一些非常之 水液的事情 一個舊的客人去找回我 是不是 因為 原來我和他之間的交易 這個交易是完結的 但是原來他以為一直未完 然後他就是趁水液 以一個客人的身份去找回我 然後 當然我們 就是 我和他澄清之後 我們就去解決了整件事 是不是 所以是非常之 就是 準確的 就是和今次這個主題是很呼應的 同時啦 也都呢 無端端有一個 客人 啊 OK 那就走來讚我 是啦 就 就是說我 你自己看 啊 OK 但是呢 我也都在這裡勸一下 就是勸一下大家 善意啊 讚美的說話 就不怕多說的 多謝 多多益善 是的 但是呢 一些 就是評論誰對誰錯啊 公公個個是是非非的那些東西 正所謂行談莫論人非 那些東西呢 我就 不是很想多理會 因為也都不是這麼空去理會 那麼多那些風風雨雨的事情 OK 但是 我想說呢 最緊要就是 這樣繼續看下去 那原來這個客人 我是跟他什麼時候結完的呢 他是趁這個水液去 叫做第二次找我 但原來我跟他真真正正 第一次去結合一個緣分的 已經是2018年的事 OK 即是三年前 所以在三年之後 他就是以一個客人的身分去找我 即是他是一個舊客 這樣走來找回我 OK 那所以呢 是跟我最初說的 說 今次天明作水液會遇到很多舊客 這個說法呢 是不謀異合的 而遇到舊客的這些 即這回事呢 就不是單單我自己去經歷 話說我的客人呢 都私事跟我報料 他都遇到很多自己的客人 那你們自己可以看一下 那首先他跟一些舊學生去聯絡 那舊學生 因為 即是一些教育 即是老師學生 有一個教育的關係 即是要收學費 那他的學生就是他的客人 那然後呢 即是除了這個 那他亦都說 另外亦都有一些真真是 真真正正的客人 real client client 找回他 然後又有一些以前合作的Partners 那 Partners 完全就是天秤座的那個Theme OK 還有他不單一次去說 他在第二天 即是某天 即是 是的 另外一天 然後又再跟我說回 哇真的呀 很多舊客啊 無端端一些followers 是聯絡他 然後又想想和人相應 OK 那所以呢 真的 其實水液呢 現在就不是永遠一件那麼恐怖的事情 然後繼續看一下這裏 然後 我再看一下下面 我有一個客人 Winnie 什麼都好 這裏算了 這裏 你不需要擔心我透露去私隱 這個世界是幾十八萬個Winnie 對不對 我不遮那個名字 就說呢 兩年前 找過我 OK 兩年之內 他都沒有找過我 但是這次天秤座水 就拿一個舊客的身份去找我 OK 然後上面呢 就有一個之前youtube的留言 就說 想讚我那條成蟲封面的片 Click like 200次 多謝他 那就說 有一個十二年前的男朋友約吃飯 OK 所以又是一些舊的歡樂的關係 還有 是啊 舊男女朋友說 我在成蟲封面那條片講過的 指名道姓的 OK 那這些的關係 找回去 直接相隔十二年 就是十二年之後的天秤座水域去找回去 那大家滿心自問一下 那其實在過往一個多個月裏面 都過年兩個月裏面 Anyway 這個秋季 那你們有沒有多得 這個天秤座水域 而讓你遇到一些你是很喜歡的人 或者是可以帶來一些歡樂 甚至是利益給你的人 是不是 即是不要一尾得我說 你們也可以自己去做一個 Active Learning Active Thinking 那這裡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又另一個學人 那就是說 他中了很多水域的群 OK 那首先他就壞電話 那但是呢 他換了電話之後呢 竟然他那個X Again是X OK 就找回他 那在臨走之前呢 又跟他講 很喜歡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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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 那樣的東西 其實他又 其實他在提供我私人 去跟他一些占卜的 那就是說 我講得很準 準到他很心寒 OK 但是Anyways 那 那 他就經歷了兩回水域的事情 在一個個案裡面 也是這個訊息 他的一個feedback裡面 那就見到 電話壞了 他都知道這個是水域的 就是惡作劇了 那還有呢 就有一個X的聯絡 那所以大家以後可以 就是把這些事情 引以為監的 而我覺得最瘋的事情呢 就是 總之 都是一個最近的事情 我想是11月十幾日發生的事情 總之有一天呢 我媽呢 就回到家 就說呢 她竟然遇到我的幼稚園老師 她是認得我的幼稚園老師是什麼樣 但是我都不記得 Anyways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是遺傳了我媽媽的天份 因為我的 我的記性是非常之好的 其實說真的我有錢 我很多東西都記得 但是她說那個什麼Ms Lee 我就真的不記得 但是我媽媽竟然認得回她 那你說整件事是不是 就是 勁水亦勁電 OK 好了 這一次的回顧呢 我想會分三三集的 上中下的 OK 這個是第一集 OK 所以未完的 而 正所謂 下集定時間精彩 下一集呢 去到中集 中集呢 我會講一些 大家是猜到猜不到的議題 是真的 這次是 我覺得是這次 天平座水亦才會發生的 在其他水亦都未必會發生 是這次天平座水亦才會發生的 那這些事是真的非常之恐怖 大家是可以去 去期待一下 中集的那個來臨 那